当电影里,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榴莲当头,我是顺人 最高教,我是银言 天马行空,我是凯明 来到了5月29号,星期五 已经接近5月的尾声了 不知道大家这个月有什么感受 过得怎么样 首先我们来今天,我们的第一则新闻 是要看一看美国这一方面的事情 美国这一方面 在词典里面就竞争了好多个词汇 其中有一个词汇是让大家可能会有点惊讶的 就比如说通常网民都会在网上用这个字 就是这个字其实是一个出口的缩写 就是WTF 这个WTF这个字也即将会放进这个词典里面了 所以以后用WTF这个字 这个出口是有点点平常 虽然现在也已经很普遍 可是以后呢是合法化的 因为都在字典里面了 除了WTF呢 其实还有很多的 WTF的全称是什么? 是what的 嘟 就是那个嘟 就是要消应的一个字 表示什么意思? 通常人们是用在比较惊讶 就是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或者是可能要表达自己一个情绪的时候 都会用这个WTF 来表达自己一个情绪的 其实WTF很常都是在表达震惊 或者是不满的时候的情绪 尤其是在一些课题 政治课题 或者是一些民生课题 经济课题上面 都会有看到有些不满的网民啊 都会用WTF来表达他所要讲的东西 整个comment就可能只有一个WTF 就他表达完了 是 除了 为什么读成 为什么后面的那个词是那样的一个音 是笑音吧 对啊笑音啊 我们节目尺度那么大吗 难道我能说那个字吗 F-O-O-K啊 F-O-O-K是什么 是Fuck是吗 F-O-O-K Fuck Fuck 没有这个字吧 它是F 星号星号K 对 是的 但是那个字是F-U-C-K F-U-C-K 对 这是Fuck吗 对啊 没说啊 我们能说吗 能啊 好吧 那么他就是WTF 你好文明哦 怎么了 今天玩开来了是吗 可以直接说 OK好 除了这个WTF以外 我们还有很多个字 就是Photobomb 比如Photobomb Photobomb就是我们在别人拍照的时候 我们就参与在这个照片里面 是在这个本身拍照的人不自觉里面 我们就参与在他的照片里面 就是Photobomb 或者是Clickbait 就是欺骗网民点击进去你的网站 那个叫做Clickback Clickback 另外还有包括有一些新词 就比如说selfie 自拍 还有hashtag 就是那个锦字件的标签等等 这些比较新一点的词都会加入在这个字典里面的 所以以后你的英文字就有很多 其实也算是网络用语吧 这些网络用语已经慢慢的就加入了美国这里的词典 美国的卫视词典 所以以后这些字在 也只能说在科技时代 在这个网络时代 这些字已经慢慢的就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以后不只是在你的网上用这些字 你在学校学习 你翻开你的字典 你也会看到这些字 所以可能以后你在写作写文章的时候 你也可以在一个WTF也说不定 所以说现在我们要多上网 可能我们现在觉得很荒唐的一些事情 在以后会变成很合理的事情 同样的事情说多了可能就变成事实了 同样 但事实还是事实 说多了不证明它一定是事实 但是我们还是作为新闻媒体 还是提供给大家事实 然后但是这个网络词汇 它不仅仅有英文的 它也有中文的词汇 有一些新潮的人 应该是2000年后的新潮的人 发明出来一些新的词汇 有些人 有些词汇让人很看不懂的 假如我说一句话 大家肯定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 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 也许在座两位能够听懂 毕竟是90后嘛 我们看一下听不听懂 如果是90后也听不懂的话 那90后也老了 是是中文 00后吧 看一下 那就 他说 他说 你脑洞大开 明明病 你说我不行 有看有up了 哎 我们究竟什么仇什么冤 快点带我装逼 快 快 快点带我装逼 带我飞吧 要不然我也醉了 做人不能太理议 也需要人间不拆 我们可不能做四逼青年啊 四逼青年是什么 四逼青年有四个逼 是苦逼 二逼 然后傻逼 装逼 然后有一句很网络很流行的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说 在苦逼的岁月中 我们挥霍着二逼的青春 与傻逼的朋友追寻着牛逼的梦想 装逼的一路狂奔 我很惭愧的说 我听得懂 什么 听得懂啊 我听得懂啊 我大概有一些可以听得懂 有些部分是听不懂的 比如说这个you can you up 是你能就你上的意思吗 那整段意思呢 整段意思呢 那你应该不知道了 需要大致你讲一下 大致上也忘记你刚才听不懂 所以听不懂 很难把它組織起来成一个句子 他大概这意思就是说 你天天想象力太丰富了 明知这是错误 你还来犯你的错误 你如果说我不行 那你如果行你上啊 你说我们两个人之间究竟是什么仇什么冤呢 所以对于这种现状我也很无奈 做人不能太利益了 也需要在适当的时候不要拆传别人 我们可不能够做这个四逼青年啊 好 那我说一个知道吧 我们还是太 图样图生破了 这是图样图simple 那意思我动了就是图样图生破 好 这些事情呢 对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是比较新鲜的 对于我们九年后来说其实也很新鲜 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们也是还不太清楚的 就好像在这个美国 英国这里的有一个在社交媒体上面 尤其是英国这一边 就有很多青少年他们对这件事情很新鲜 这件事情就是比线 比线他们玩这个比线 他们叫做查理查理挑战 就是一种比线造林游戏啦 他们就这个游戏就吸引了很多的青少年去体验 然后他们体验的还不不只是体验那么简单 他们还要拍影片把整个过程拍下来 然后放上网络去 当然玩比线我们也知道 大概我们也知道 如果不知道比线的人大概也知道 跌线或者是其他的类似的 类似的这样的游戏 就是把比跌在一起 然后写yes或no 然后就反复的再问查理查理请问你在这里吗 然后就可以开始通灵了 这个查理就可能会出现这个0可能就会出现 然后回答你想要问的问题 这个整个游戏在影片 他们所放出来的影片当中呢 就是可以看得到 他们发问问题过后 这个笔真的是会开始动 一开始动的时候 当然我们就看到这些玩比线的人 就自己吓一跳了 反正看他们的反应是比较好笑的 就他们自己也吓一跳 然后就落荒耳桃 接下来的也不懂会 玩的成果 玩的结果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会是怎么样 当然也有网民就跳出来就说 你们这根本就是在胡搞玩什么东西 根本都没有这样的东西 你们自己在自己吓自己 当然这个东西我们也解释不了 因为笔线毕竟他笔真的是在自己动 也没有人去操纵他 你说有灵吗 有些人相信 你说没有灵啊 有些人也相信 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看你自己怎么去解读了 相信吗 相信有这么怪异的事情吗 但是最后一句他说了 其实这个现象也没有什么灵异的 根据专家分析 铅笔的交叠因重力问题 一定会出现移动状况的 就说穿了这个游戏 就是自己吓自己的 其实我在中学的时候有尝试过玩这类的游戏 是玩笔线吗 还是叠线还是前线 玩的时候是前线吧 中学的时候大家无聊没事做 就开始放在桌子上开一个台 然后就放个铅笔 然后玩 其实到最后还是自己吓自己吧 就可能一个人就觉得我要恶作剧 我就移动一下 那么就可能下一步的时候 他就说算了 现在我不要移动了 结果另外一个人觉得 我应该移动一下 然后这个人就发现 我没动他也动了 然后结果就大家都被对方瞎 都觉得我没动为什么他会动 然后对方就觉得我没动为什么他会动 因为前线和叠线都是一个叠 或者是一个前笔放在桌上 然后很多人的手指 每个参与的手指都要放在这个叠 或者前笔上面的 笔线是不一样 笔线是好像有两支笔 然后叠在一起 然后他只写在那个纸上写了 yes和no分开写 就是这里是yes 左边yes右边no 然后你问的问题过 那个笔会指向左或指向右 这个是比较有一点点 和那个叠线或前线的 这个欺骗的程度可能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是完全没有人在 的手是动到这个笔的 所以他们也太落实了是没 你看我们凯明小的时候就吧 他现在才流行起来 对可能可能这个在东方 在泰国这一边 在东方可能比较比较早就有 就有这样的传闻吧 可能最近才传到外国去 所以他们也比较兴起的 所以就拍起来放在放影片 在网上了 跟大家分享他们自己的这些经验 背下的经验 让我们也笑一下也不何妨呢 其实这种灵异的东西啊 我们就运用最常说的那个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反正没事还是少玩比较好 灵异的东西你刚才也说了 就是自己吓自己 它怎么能够成为灵异的东西呢 它也许会是签 刚才又说解释吗 英国的独立报解释分析 这铅笔的交叠处动力的问题一定会出现移动的情况 它也如果能够用科学解释的话 它也就不是一个灵异的东西了 但是因为其实不是每一天都有一个科学家来告诉你 最近发生的习惯的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原因发生 那么普通人如果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些事情 那么你不如抱着一个就是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 那么你可能会活得更心爱力多一点 但是现在已经出来了 科学证明已经出来了 是啊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可能就还是不要记一下自己吧 最主要的是如果你们真 如果是外面的听众们或者是 或者是网民们 如果你们有参与这种游戏的话 如果你们要试一试的话 当然我们也不会阻止你试的 可是只要你小心为妙宁可信其有啊 就是这件事情 或者是自己的心理建设需要加强之 加长之后呢才去尝试这些东西 对 或者是你想跟魔鬼在一起 魔鬼就会来找你 你想跟天使在一起 天使就会来找你 你想跟上帝在一起 上帝就会来找你 一般恐惧害怕忧郁 它属于负面情绪 负面情绪一般都魔鬼来找你了 如果你想开心快乐 坦然安慰 那就天使来找你了 吸引力把折 对吧 所以最好不要 这个玩意儿不要沾 因为它能够让你害怕 害怕的东西魔鬼来找你了 对 好 我们再换一个焦点 看一看在日本这一方面的事情 日本的亲王的次女 叫做家子公主 她最近因为穿背心和牛仔裤 的照片就流传了在网上 然后背心和牛仔裤 我们一般来想起来 没什么 就背心牛仔裤 好休闲 好casual 可是在网上 就是引起争议了 因为她是家子公主 她是日本天皇名人 和皇后美子子的女儿 然后她这样的穿着 就让别人觉得很担心 甚至也有人为她 觉得她对她母亲 觉得很痛心 你的女儿这样 怎么这样 就因为她穿得太暴露 穿背心 穿牛仔裤太暴露了 所以就 这个日本 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生活在皇室 是否他们的约束 会比普通人还要大很多 那么但其实她的故事 其实还蛮有童话故事的感觉 就是弟子王妃 以前 其实她是 就是她在想要结婚的时候呢 其实也受到了很多争议 那么 她到最后还是成功了 跟 就是成就了她的爱情 那么可能她在这方面 会比较开放 就是她不会对于家子王妃 有太多的约束 因为她想要建立的一个 就是把传统的一些思想 就是打破 就是不想要太过约束 她的女儿 她的爸爸 是吗 家子公主的爸爸 是不想约束女儿的 但是母亲是想约束女儿的 因为母亲本身受到了约束 所以 昨天 前天 给我妈妈打个电话 我妈妈说 哎 你的头发还是短发 能不能改化一下范形呢 一个女孩子 留个长发多好呢 然后我爸爸就从旁边说 你管她那么多干嘛 她乐意留长发就留长发 乐意留短发就留短发 然后我妈妈说 我没有管她 我只是建议让她自己做选择 然后我说我还是我爸爸比较民主一点 所以皇室 穿的需要正式一点 需要穿的正统一点 但是又让人感觉到另外的一种感受 其实本身日本 不论是日本皇室和日本人 他们内心当中 他包括穿着啊 包括 他们的行为规范啊 包括他们的礼仪啊 都很尊重 很有礼貌 很敬重 很含恕的一个民族 但同时 另外的一个产业却很兴盛 这是日本的一个特点 另外一个 我们再看一看 另外一个在日本的事情 就是在中国 有很多人都会嫁到日本去 可是每三对 每三个嫁进去 嫁去日本的中国女生呢 都会有三分之一 就是有一对 就是一个中国女生会离婚的 这个是最近的一个数据 中国人和日本人通婚的数字 是在1996年开始 就一直处于日本国际婚姻的第一位 然后 中国跨国婚姻数量在2000年的时候 就首次就突破了万人大关 然后几乎说 占了日本全国国际婚姻的总数 三分之一 可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 就是怎么说 就是每三对 每三个中国人嫁过去日本 都会有一个中国人是离婚收场的 这个是 现在有的一个数据和一个研究结果 两个国家有问题 两个国家不同人结婚也是有问题的 我们猜想一下 这两个人如果是要离婚打架的话 应该怎样 怎样打架呢 然后一个中国的女子 还有一个日本的男人 一个用柔道 一个用永春 用武力 也许他们会吵起到关键点的时候 然后中国女会说 为什么你们日本抢我们中国的钓鱼岛 然后日本男人说 我们男人抢你钓鱼岛 钓鱼岛就是我们日本了 然后中国女和日本男就开始吵起来了 因为政治事件吵起来了 所以国家与国家的和睦 也直接可以关系到一个家庭 跨国婚姻的和睦 也希望国与国之间和睦一点 家庭的关系也有和睦一点 家庭的事情吵着吵着 中国人普遍上对日本人应该就 都有反日本的情绪吧 但是她的婚姻是日本第一大 第一大的一个数量 还是比较让人好奇的 为什么他们会想要家去日本 如果他们对日本真的有那么大的反感 这里面就举了一个例子 这一个例子呢 就说一个女孩24岁 跟他前男人有分手了 详细 据他描述的还很详细 就分手之后呢 他就找了一个中介公司 给他介绍了一个国际男朋友 国际男朋友就来自于日本 然后两个人一看照片 彼此相终了 就结婚了 女孩呢 就到日本去生活了 但生活到现在 依然融入不到日本的这个国情里面 肯定也是融入不到日本的国情里面 因为他心里始终认为 钓鱼岛是中国的 是这样吗 就把整段恒因政治化掉 不过还是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就是里面有说了一句 如今李爱萍更在方正县 买了房子给父母 还能让父母在冬天时 去海南散雅过冬 所以钱也很重要 对啊 他之前那一个是家庭不要他 那个南方的家庭 觉得他很穷 兄弟姐妹多 你没有什么钱 你又不懂日语 那我要你来干嘛 我就不要我儿子娶你 就不要了 那第二段的婚姻 就是现在也是一个日本人 所以他现在 就在日本过得很好 很稳定 然后就是像你刚才讲的 他有这些 在日本有房地产 还可以接爸爸妈妈 从中国来日本这边住 还可以一起游玩 所以现在 我们也看到 他的这个情况也是不一样的 从以前到现在 或者现在 可能外面还会有很多人 会有像刚才 炎炎讲的这种情况 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 这些冲突之类的 所以就要看大家 要怎么去调和咯 勇于创业 这里是榴莲台 我是马来西亚 中华总商会 中央理事 孔令龙 请守住 劉莲台 我是孙仁 最高 我是炎炎 天马星空 我是凯明 好 我们现在看一看 这个新闻 是关于中国的毒米 中国现在爆出了 有这个 中国制造的 假的毒米 可是这个事情 是在印尼这里 揭发出来的 虽然在新闻 我们所看到的新闻中 都是说 还没有证实 是真的还是假的 可是就有嫌疑说 可能这个米是假的 是怎么假呢 就是这些米是用这个胶 胶米 他们叫胶米 因为像塑料那样的胶米 怎么煮都煮不烂 这个胶米 它是用这个番薯 马铃薯 还有合成的素质制成的 所以因为它就是 有胶的成分在这里 所以它怎么煮也煮不烂 长期使用的话 可能会致癌 然后有六名的米店职员和老板 都已经落网 就是在印尼的这个事情 所以背包出来 这个事情 有网民就很多人在痛批中国 包括中国自己的网民也在说 这个事情让国人蒙羞 看这篇文章害人不浅 毒胶米不仅害了印尼民 也害了我们自己 为什么呢 这篇文章报道很有意思 它题目是说 传中国的毒胶米流入 毒胶米流入 印尼引起恐慌 而且它的第一段 这个叙述就像刚才 说人叙述的那个样子 但是它后来是这么说的 它说 周三下午这个事件 峰回路转了 印尼媒体呢 引述政府 化检 没有验出缩料 呼吁民众无需惊慌 对于结果与早前不同 当局解释 是一式分析方法不同 或者是检验过程当中 它的化检工具受到了污染 同时针对这个问题呢 中国国家质检总局 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的副局长 他叫做毕克辛 周一呢 在北京与印尼的代表会面了 就这个问题呢 他说他否认了中国存在 贾大米 要求印尼拿出证据来 同时呢 中国商务部也说哈 2008年起 未对印尼出口过大米 与中国的企业无关 这方面呢 另外的有一些华文媒体 最后它的一段这么说的 另外的有些华文媒体指 贾大米的消息传出 疑似是有一抹黑 以打击进口中国米的销量 这个问题 这个文章的报道很有趣味性 它的title 它的第一段给大家的感觉 中国就是有独角米 而且害人不前 它是由三个组成样本合成的 一个是 翻锁 马铃锁 另外的还有一个素质 那个素质就是制造 管道 电缆 和地砖的 叫做 聚 聚率 以稀 还是挺 挺厉害的一个化学物词 但是前后的报道不一样 给人的感觉是 他有这事 结果呢 好像似乎还存在疑问 似乎又没这事 但是报章主要让我们看什么呢 我相信很多的读者会看 首先看到的 他一条标题 然后看到的第一段 如果有耐心的会看下去 如果没耐心的 就这些就得了 给普通的民众就说 中国独角米 流入印尼了 但是他后来的 把后面那报道放在最后 然后最后一段 很有意思 这算是误导 还是不算是误导 好像是 如果是他算是误导呢 他的题目 他第一段是有误导性 如果不算是误导 他证明整个文章 他没有给你误导 如果你看完的话 但是其实有多少人 会看完整章呢 很多时候 大部分人看了 就是看了标题 啊中国又惹事了 然后再继续看 我还写的那么详细 可信度很高 连原料什么都验出来了 就没有办法争辩了吧 然后可能就愤怒的 去写一些文章 还是之类的 但是如果看到下面 会发现 其实全部都是 还是还没有证 没有证据证实 还是这样的事情 那到底是有人 其实要故意 抹黑中国的货品 还是只是觉得 想要炒作一些新闻 无论是怎样 需要中国这方面 印尼这方面 双方合作 把这件事查到底 是中国错 就是中国的错 是相关人的错 那就相关人的错 要把事实的真相出来 大家就明白 这个事件究竟是什么 有什么事情引起的 但是可能伤害已经造成了 就是想要把这个舆论压下去 可能就比较难 可能到他传下 就刚刚我们说的 一个谎言说多了 他可能就变成事实了 就是可能会 尤其是在网络爆炸时代 人们就是可能 飞速里面传来传去 可能一下子就传开了 你看了标题 我们就转载 这个是很正常 很普遍的事情 看了标题被误导了 你就转载 别人又看了标题 被误导了 就转载 所以就整个 除了中国以外的 这个地区 在Facebook上面 都可以知道 中国有传出这个加米 就是有这个毒米 流入印尼 可能我们吃的也是加米 就这样 中国的米 可能就被抹黑了 所以以后看新闻 看了标题以外 也看一看结尾吧 或者说应该要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 然后了解了事情的消息的来源 才决定是不是要分享出去 对 好 我们来换一个焦点 看一下南海这一边的事情 南海 中国这里南海 就美国国防部长就叫中国说 和其他相关的国家 你们就停止在南海争议 倒焦填海造地的行动 他也呼吁这些有关深所 国停止在争议 倒脚上 兴建了军事设施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 就是说 很明显的美国已经在自己插手 就说你们这些周遭的地区 你们就不要再建这些岛了 你们就停手吧 可是过后 有这个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 他叫华春莹 他华春莹 他就在一个记者会议上面 有说到 美国真的是不懂怎么想的 我就引述他的话吧 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引述他的话 因为我觉得他的讲话的方式是这样的 他就说 美国在别的国家 非法侵占中国 岛礁上的建设活动的时候 就选择性失神 他就不讲话 可是在中方 就是我们自己 中国在自己的主权范围内 合法合情合理的 正常建设这些活动的时候 就缩散到是 如果不是习惯双重性标准 这个就是另有所图 他就说美国是这样的想法 模仿然后够味道 就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讲话的 我还说你如果是真的听到的话 那就不要怪我了 在南海造地 中国和美国这方面 它的底线都是各有的 他们的共同的底线是这样子的 美国要承认中国在南海 地区的领海领土的权益 那么中国也会承认美国 在南海区域自有航行的权利 这是他们各自双方不同的底线 但还有一个最底线 就是中国这方面说 我现在在南海造地 如果美国要阻止中国 在南海某些岛屿造地的话 那这是中国的底线 中国要实施反制的 反制具体的内容 就包括使用武力了 它可以看到几个字 它的最底线就是美国 要中国停止在 或制止在中国南海 征域的岛礁建岛屿 这个制止是怎样的制止 是我口说呢 还是我武力行动 制止中国在南海岛礁建岛 建有一些基础建设 所以应该怎样去理解这句话 那么最近有一些人在预计 美国在最近这段时间 肯定它的军舰 它的飞机要开到 中国岛礁外的12海里处 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美国这这么做了 那么中国的底线 是不是在这儿呢 中国的底线还是认为 美国上了岛之后 如果制止我的话 我会反制 还是美国它的军舰 它的飞机开到 12海里岛礁的12海里处 中国就要反制了 所以这个界限在哪 现在是考验习大大的时候了 之前邓小平的时候 大家感觉到 他是韬光扬晦 现在但是习大大 给大家的感觉是 置地有声 有力反击 如果面对美国 现在这样一个飞机军舰 在12海里以外 来威胁中国建岛的话 那么中国的态度将是如何 我们还会期待 中国的表现是怎样的 这是两个大国的 一个政治角力 感觉像土匪遇见了吧 土匪就说 这地是我的 另外一个说 你不能待在这里 那双方都 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在想办法 就是侵占那个土地 就是可能双方不退让 就好比下棋一样 就是大家都不想要退一步 以得到最大的利益 那双方又如何拿捏 这两方面的一个 一个强硬的 的姿态 我觉得打是肯定打不起来的 因为在现代的 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 其实应该算比较不切实际的 就是对双方的利益都不好 然后大家 两个大国 其实最想要还是 就是最大限度的得到利益 所以 应该是不会有战争的情况 总体现象 就像您所说的 就刚才 就像中国最近发的 军事白皮书一样 说现在目前大战 世界大战是打不起来 如果区域之间的摩擦 还是会有的 这种摩擦 其实我们的世界 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 很和平的世界 如果有战争的话 对任何一个民众 对任何一个国家 都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这个世界 如果中国和美国 这两个大国 能够克制的话 彼此有一个空间 可以沟通和交流的话 避免战争兴起的话 这对全世界的人类 都是一种幸福 都是一种福气 所以我们也不愿意看到 中美双方起战争 但是同时呢 这个空间在哪 中美两国对话 安全对话的空间在哪 最近中国出了一个 国防外交白皮书 国防外交白皮书里就阐述了 中国这方面的一个理念 我们的陆军的主要任务 现在原来的主要任务 是防护本身的国土 现在主要的任务是防御结合 然后海军也是现在原来是 主要是管辖中国领土 以上的航空空间 但是现在他要扩展出去 要防空结合 所以说他的战略在转变 转变的过程当中呢 他也给美国说了 我们的底线在这儿 我们也知道你的底线在那儿 大家为了避免冲突 最好能够互相的忍让一些 但是中国的底线在这儿 就刚才我所说的 这个岛的事情 我们要建 我们要在岛上建立一些军事设备的 如果你要过来干扰的话 这是中国的底线 相信这个白皮书 它就是这个空间里边的 一个沟通的工具 因为也许美国不明白中国的军事防卫是怎样的 中国的态度是怎样的 那么这一个正式的白皮书就告诉美国 中国对于南海 对于整个航空领域的态度是怎样的 这是我们的底线 如果这个底线要触碰的话 不妨大家就要起了一些争执摩擦祸 一些擦火的现象出现 所以还是需要这个空间再大一点 空间大一点 不仅仅有国防白皮书作为一个调和的工具 另外的还需要有更多的人员的交流 人员的沟通 才能明白美国的需求和中国的需求 才能避免两个国家之间的一个摩擦 除了这件事情以外 还有一件事情是美国的举动让中国觉得 让美国做的这件事情 美中的关系会更加紧张的 这件事情就是在美国 就是这个证券交易委员会就发出了传票 要求摩根大通银行和这个中纪委书记 黄奇三之间的通信记录要查他们 这个举动就是美国政府调查 摩根大银行和兵用中共高干子女的情况有关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的 美国这一边他要查银行发出的传票 也要求提交和中国政府35名高官的所有通讯记录 然后在传票中列出的名单 王岐山就是名列首榜 他名列榜首不好意思 他是名列榜首 所以这个所以这件事情就中国就可能觉得 你怎么这样 这个很不友好的举动 会导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会更紧张 王岐山是谁呢 王岐山他是中国的纪检委书记王岐山 最近打大老虎他是指挥官 中国除了习近平是第一 现在他的权力就属第二了 所以他也许得罪了很多的贪官 但同时他也得到了很多的声誉 这些声誉就是中国反腐败的一个功臣 抓了很多的大贪官下来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为什么美国的反贪调查要调查王岐山 这是不是有什么外交意味在 但我们今天看 美国的现在正确交易委员会 刚才所说要调查王岐山 同时呢 美国的司法也提出了一个申请 要调查除了王岐山之外的 其他的中共高官 是不是有违法行为 然后呢 其中他的报道 报道 那我们就开始调查吧 看他们是不是有违法的行为 但是这篇文章又说了 说美国当局并不是调查 中国政府高官本身 也没有证据显示名单上的 王岐山和其他中共高官有违法行为 有点前后矛盾 不知道他所言何意 同时呢 刚才也说了 王岐山在中国的一个影响力 对于贪官的一个影响力 肯定也得罪了不少人 在这方面 还有另外的一个比较 就是假如说有一天 中国说我要调查美国的国务卿克里 第二把手 这会显示什么呢 会显示是不是中国 有敌意对美国 如果反过来 我们今天再看美国的反贪调查 要调查中国的第二把手 王岐山 那给大家以什么样的感受呢 是不是美国对中国也有敌意 其中还有一个印象就发生在 其实王岐山 今年年初的时候 发了一个声明 说他大约四月份 五月份的时候 要到美国去做一个访问 官方访问 然后到四月初的时候 这个消息就没了 王岐山也不去美国了 我们也不知道 在这三个月当中 究竟中国和美国内部 发生了些什么样子的事情 一个国家的人民素质 有赖于资讯的真实度 与开放度 也取决于国家的教育政策 请坚定你的信仰 你好 我是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 教育学博士张新宇 刘连男后 我是孙仁 最高照 我是炎炎 电话行空 我是开明 好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Burger King 叫做汉堡王 汉堡王 他最近就在吉隆坡 这里有一间连锁店 就被投诉涨价 而且因为他没有办法 在三天内回复贸销部 发出的警告信 所以在昨天 不是 在昨天 遭到这个法令之下 被罚款4万令吉 他这个情况其实是 是怎样的呢 其实是因为 他在吉隆坡的 地杀金地花园 这一间汉堡王快餐店 他起价 然后就有 就民众投诉 像这个国内贸易 还有合作社 及消费人事 务部 怎么卡卡的 今天讲话 就这三个单位 就遭到这个 就接受了 民众的投诉 所以他们就采取行动 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因为华春莹吓着你了 刚才学他来着 然后汉堡 被汉堡王 就Burger King 大家都经常会吃的 罚款4万 给消费者一些 积极的心理作用 证明以后 其实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看到这个价格不太满意 不太符合要求 不太符 他的价格涨得太高了 太离谱了 我们也可以去投诉 去贸销部投诉 他们做调查 然后呢 也许真的不符合条件的话 你所投诉的那家餐馆 就会受到对付了 也是给大家一个 积极的讯息 在这里面 国内贸易合作社 及消费人事务部长 拿杜斯里哈山玛丽 就提醒了 就说 人民不要一直抱怨 就是一直这些商家涨价 你们应该要积极的去投报 投报这些商家 赚取暴力的商家 这样子他们才可以 来采取一些司法的行动 去打击这些人 那么 最近有很多篇 关于打击 商家 启架的报导 所以看起来 我国在 打击商家这方面 还是做得非常积极的 就是这样的做法 就主要是为了要安抚人们 对消费税的 启架的不满 那个也是一个保护 人民的权益的一个方式吧 因为主要 我们既然要收消费税 消费税是要为国家好 你要为国家好的同时 你就是要为人民好 所以你也要一定要照顾人民的权益 可是换一个事情来说 就是回到刚才的汉堡 这个事情 我是很奇怪 因为汉堡王是一个连锁店 连锁店是不是说 它只要一间起家 它其余的每一间都会起家 那只有一间是遭到投诉 其他地区的民众都觉得没有问题 那是不是说 我们马来西亚还是有很多这样子 还是照常会买 没有觉得有问题 他起家就让他起买 只有吉隆坡的这一间 才会有人去投诉的 所以还是 消费税都已经实行了 两块两个月 一个月两个月了 然后也因为消费税 所以物质涨价的这个事情 也是因为这样而引起的 那么 波哥快恨死你了 什么要说 因为你提醒到贸销部了 不仅仅是这一家 也许其他地区还有更多差 那我觉得我还是不要说话 但是我们作为公民应该说出来的 对 提醒贸销部 是不是仅仅这一家连锁店 有涨价的情况 是不是它连锁店 其他地区的这些营业 也涨价了 所以大马人民在 就是旅行公民的一个权利 就是在设设社会服务这方面 都没有太积极的行动 通常大马人民可能会 受到了打压或者受到欺负 然后可能就觉得 就让他过去吧 就没事吧 反正自己吃一点亏就算了 但是其实我们应该 更加积极的去监督一些商家 监督一些 机构 让他们可以更完好的运作 对的 所以有任何的事情 只要像对的 有关当局去投诉的话 那都会有效果的 主要因为我们都是人民 我们需要保护自己的权利 就像我们自己 怕说错了又怎样 怕做错了又怎样 只要你有去实行 你有去行动的话 那保护自己的权利 那是对的 就好像 就算得罪了 汉堡王又怎样 得罪了 华春莹 那又怎么样 我们都是人们英雄的 好的 我们可以换一个焦点 来看一看这个乱杖钢的事情 乱杖钢在 在我们的霹雳州这里 有发现到很多 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 警方是估计说 尸体呢 属于是一个人一个穴 就是说 埋的地方只有一个人 所以现在总共只有139个人 所以不是乱杖钢 只是一个人一个目的 我们的又没提的问题 乱杖钢也是媒体出来的 第三个字 它也是报道出来的 没想到今天报道 就是说 其实它乱杖钢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好多人 一个大坑 好多人都在里面埋着 但是今天 我们另外的一个 国家的内政部副部长 他就出来 曾经了 不是乱杖钢 是一人一穴 一穴一尸 埋了139人 为媒体澄清 另外的总结讲 还有一些话 这些话呢 之前 这个 妇女力量和 联合国难民署 执法单位 早在今年1月的时候 已经发生了 乱杖钢的存在 的说法 但是呢 警方这方面 一直在称自己是首次 发现了乱杖钢 嗯 以前没有过经历 然后同时呢 还有报道引述 反贪委员会指出 在今年初 已知会了警方 有关于边境 入口贩卖的问题 但警方迟迟 没有采取行动 呃 是 这警方知道 还是不知道 这是一个疑问 呃 但是 如果你不知道呢 为什么 卡丽 对此回应 是这么回应的 谁知道 谁不知道 边界 常有人口贩卖活动 暗中进行呢 那证明你知道吗 你这句话 就证明你知道吗 那你知道了 你为什么还说 这次是 警方首次 发现了乱杖钢 嗯 如果 如果是知道了 发现了 就应该采取行动吗 就像卡丽 其实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在这个报道里面看来呢 呃 他们呃 警方这一边 他们做这个呃 发现尸体过后 他们要把这些尸体呢 全都运回来 呃 运回来 因为这个呃 警方现在是每天要走 这些呃 很崎岖的山路 然后要每天爬 171公尺高的斜坡 才能抵达山顶 然后将这些尸体呢 全都运下山 呃 呃 这个工作是很艰难的 因为呃 我就我就想到了 呃 他们拿 运下来的时候 是很艰难的 那那些把他们埋在上面的人 他们怎么把130多名尸体搬上去呢 因为现在警方 他们还是要 需要动用到直升机啊 等等 很很很大阵仗的这些 呃 器材来帮忙他们做这些工作的 那么把他们买在那边的那些人 他们又怎么样利用这一些把这些人啊 139具的尸体或者是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尸体啊 放在这个山上了 山路齐去你一个一个被吗 还是你也有这个这些直升机可以把这些人都栽上去还是怎么样我也不清楚 或者是他们都是这些人是长期待在山上面然后被杀死被埋起来这是这是我自己一个人的疑问 那个应该是一个营地吧 就是一个集中营 可能里面有很多难民 然后难民可能生病了 或者是有一些身体的状况 结果死 死去了 那么可能就直接在营地的那一个区域的山 山地就把尸体埋了 嗯 可能可能他那个营地是在这个崎岖的附近 因为他这里描述的是在这个比较崎岖的山 山上面 让我很难联想到是他的营地吧 在山上 也可能是 他是从泰国这边走比较平坦 嗯 然后如果从大马这边走就比较崎岖 而且当中间有个悬崖 嗯 所以呢 我们需要绕道 有一个平区的路走 嗯 他的这个聚集点就在这 一个呃 这个这个地方呃 呃 呃 确实葬了呃 很多人 然后警方呢 需要需要去查 不太不仅仅是我们的呃 警方是不是知道 然后去执法了 同时呢 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森林官员 出来也说了 最近有指森林官员涉嫌 跟人犯勾结 来把这些呃 难民人呃 到在 就是让他们住在这儿的 然后呃 但是森林官员这方面 他的首首要的首首要的一个人就出来说大马来西亚的半岛森林局的总监拿都斯里阿都拉曼 他也表示哈最近针对这种说法呢我们没有证据但正在调查当中如果有人犯错误的话我们会把他绳之以法的 但呃同时呢 他说森林官员这方面呃我们呃不能够呃侦查到相关的有一些乱葬岗的情况或有一些难民生活在这儿呃因为呢我们只有27个人在这个区域上呃这个区域是有一万公顷其中是五万公顷为森林的保护区呃但同时呢他还说了他说同时我们没有手枪呃也许害怕自己的个人的生命啊 有危险呃这这里边第一个问题是呃万丈港的问题难民的问题嗯他是属于森林官员的问题吗他应该是属于警察的问题森林官员是保护森林的避免别人烂砍烂罚森林的这是他们的职责他没有权利呃接过警察的职务来做警察做的他这个事就是警察做的不是森林官员做的各夫妻 你也不用太责怪自己如果内部真的有官员涉嫌这个事了那要神之以法但是如果这个职责不是你的职责的话你也没必要贪那么多嗯嗯从这多个报道现在看下来似乎警方不停的在呃就是把罪怪在别人身上宣扬自己没有在宣扬自己做这个工作非常非常的辛苦你们要体谅我然后同时又不想不停的推卸 就是说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责任就是在把功劳拉高法苦苦劳拉低那么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感觉很不负责任我们的边防的警方呃这方面呃警方有他们的说法他们说不知道也许他们有不知道的理由我们需要倾听他们不知道的理由是什么 但同时另外的一个问题刚才凯明所说的官方边防一直以来我们东盟东南亚的国与国之间的防线都很疏漏泰国与大马的边防很疏漏 在这个方面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呃加强呢因为这个问题它不仅仅影响到难民偷渡或人犯的问题它同时也影响到IS招募人员去呃从从过其他的国家来到马来西亚为跳摆去土耳其的问题